据环球网报道称 多家日美30日曝光 韩国海洋调查船在日韩争议领土主导进行调查活动 日本外务省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此事引发日本舆论关注 日本右翼政客左腾正九抨击韩方 这就是现实应该抛弃 因为保守派上台 所以日韩关系能修好这种幻想 据日本广播协会消息 日本外务省称 海上板厅巡视船29日下午在日本岛根县的主岛附近 发现韩国国立海洋调查院的船只 正在拖着疑似钢丝绳的物品航行 就此向韩方询问情况 韩方在回应时承认 当时正在进行调查活动 NHK称 针对此事 日本外务省向韩方表示 韩方做法违反联合国规定 是不可接受的 应立即停止这种做法 并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针对日方抗议 韩方则阐述了其在独岛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NHK还提议 日本方面还于本月9日至12日 发现受韩国国营企业委托的外籍海洋调查船 在主岛附近海域航行 据日媒此前报道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 曾在记者会上称 因未能核实设置船只 确实实施了调查活动 日方没有进行抗议 而请示向韩方提出 不允许在未得到日本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调查的劝告 值得注意的是 关于此事 多家日媒提及 日方在主岛附近发现与韩国有关的海洋调查船时 正指令方正访韩 参加韩国总统引席就职典礼的时期 日媒三世曝光的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关注 在日本网络上有许多人就此展开抨击 有网民称 即使总统坏了 日韩关系没有变化 口头外交是韩国的惯用伎俩 应该与韩国断交 还有人说 什么叫改善日韩关系 目前已经有大量未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 韩方还过来挑衅 还有人说 韩国总统尹熙悦也跟上任一样 只剩实施金融制裁这一种手段 韩方做法也引起了日本右翼政客的强烈不满 自民党外交部会会长佐藤正久 在推特上针对此事评论称 这就是现实 应该抛弃 因为保守怕上台 所以日韩关系能修好这种幻想 这回不能归咎于文在寅了 上一次日本的劝稿到底有什么作用 没有总统的同意 韩方是无法再次实施海洋调查的